小秋 小秋 小宝 妈妈 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没有啊 我跟二十经约好了 要跟妈妈一个惊喜呢 惊喜 奇墨要带五一回家 五一 妈妈先不说了 二十经来接我了 小宝 无论怎么样 妈妈一定会带你回家的 她和那个女人 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我想见我孙子一会儿 你又说挺久了 奇墨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老板 奇老的身体状况 的确如你所想 而且照明说那边动向 已经汇报过了 合适以后 发给谈记者那边 另外 卖掉一些其他的股票 随时准备抄底我们自家的 但是现在有个更紧迫的问题 说 东方宇那边 好像是要打算和五娇娇 求婚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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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宇哥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一点突然 但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我们结婚的话 就可以给五亿一个健全的家庭 稳定的经济条件 这样 就没有人能够抢走五亿了 小宇 我先去好 我有点麻烦 我先来好 你是好 我先来好 真的 你看我 这个经济 就不是 那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